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不會疲勞,金屬不會疲勞? 金屬疲勞是可大可小的 雖然你說聽下去 將金屬疲勞和人疲勞去比較 就好像很奇怪 但實際上在工程上 我們真的有聽過金屬疲勞這個概念 而且這個概念有時會走入 我們香港的新聞 尤其是在一些建築上 有一些意外和一些零件 前年零件在鴻門發現 初頭門說金屬疲勞 即是浪用了很多次之後 那條金屬就釣得太多次熱身後就感傷了 就好像人有很多次後累了 於是就捱不住 所以這是很以人化的講法 金屬疲勞這件事可大可小 所以研究金屬疲勞便重要了 但这是一个比喻 金属是不会疲劳的 它不是人 但如果在原子层面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就是看回 在这些金属制成的时候 被制成一条钢纜 里面有瑕疵 这些瑕疵可以随着每次使用时扩大撕裂 到它扩大到一个 真的捱不住的地步的时候 它便断开 最粗疏就是 里面在结构 一些你眼睛看不到的撕裂 它逐渐扩大 最后就令到整件东西的物理特性 不再像原本想像中那麽强大 它便会懒 人疲劳后休息便会痊愈 金属休息后会否会痊愈 这一路是一个迷 我们很多时的研究就是 金属要做多少次才会疲劳 其实你不要小看那些人搞电脑 我看了眼前这部电脑 如果这部电脑 你这部电脑是LG的电脑 如果韩国这部电脑真的负责任时 它其实是有部门有机器来做一件事 就是不停地把你这部电脑 开合开合开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 那些电脑产品 它会跟你说 这个位置可以接合的 而且可以接合超过一万次的 有时我用来很天真地想 是否背后真的有人 怎样做一万次呢 当然后来发觉就是 有人真的会用机器来做 如果真的一些比较负责任的机构 有些是纯粹说过数字就算了 有些可能参考其他现有的 实验结果技术资料 来比较估计 亦都有 的确是我们看到 你如果说一些可接叠的手机 或者可接叠的手提电脑 它那些金属接触位置 因为你需要有一些金属接触的东西 来传电 你的电是由底盘给进去的 但是你那个电脑的屏幕 你都要穿的 所以中间一定是有电线接触的 他们有很多方法来尝试 避免太多的金属接叠 但是有时无可避免的话 你就要评估一下 这个金属接叠 令到金属疲劳的时间 会不会比一般其他部件的寿命 如果比较长 我就觉得这个接叠位置 就不会成为坏机的最弱一环 很多时候这些金属疲劳 就是这样去接下接下 这样就会形成 但是我想电脑就不会危害到我们的安全 就算是什么 飞机又如何呢 飞机亦都在螺丝位 在承受力的部份 那些机翼的位置 亦都很怕会有金属疲劳现象 我们听过是有些飞机的金属支架 因为金属疲劳断裂 如果情况严重 令到飞机解体 另外如果在香港的时候 你比较容易听到就是建那些基建 那些大桥中间有一些位置 尤其是大桥是需要避震的 因为你如果说任何一个 你说丁九桥、青马大桥这些 说到吊桥的装置 它一定会遇到桥是被风吹到摆 你需要桥上有一些机械的装置 令到它的摆动尽快停下来 这些避震东西 如果说在有地震的国家日本 就变成是每栋大厦都有这样的 避震的装置 避震装置的作用就是 将那些摆动吸收 所以就一定有些部件是移动得到 或者有些部件是做支撑的 那些部件是会有移动磨损的 每一次你去帮忙吸收震荡的时候 就有些零件是被移动过 亦都是一个需要防备 它有金属疲劳现象出现 有时如果那个位置 既然坏了 你会发觉就是 影响了它的避震的能力 那你要更换 如果说有些金属 它能够自我修补 这个可能性存不存在呢 我们很希望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就要开启 研究金属疲劳 它就变成了一个 在工程学上一个 尤其是结构工程中 一个不能避免的课题 所以在今个星期这个新闻里面 有一宗关于金属疲劳研究的 一个这么简单的现象 竟然去到 Scientific American 有专题报导 甚至乎是最新的科学期刊 去到Science的这个期刊 都竟然是大肆报导 这个金属疲劳的其中一个研究的发现 研究发现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一些很独特的情况 金属是懂得自我修补疲劳 即是有一种回复机制在 如果说人自己的肌肉疲劳 有回复机制就废话了 当然是有了 如果不是我们怎么找食 原来他们在这个实验里面 他们发现了就是说 是一块已经是疲劳了的金属 他好像是用白金来做 用Platinum来做 他就发觉在一些特定的情况 是可以令到他的疲劳带来 即不要说是疲劳带来 而是他本身体现疲劳 就是里面的金属断裂 他的断裂是可以得到修补的 而这个修补 他就发现了一些方法可以修补 其实就开展了另一路的研究 就是说 未来我们可不可以 将这个修补机制 研究得去做得更加有效呢 我们可不可以最后做到一件事 就是说一些结构 一些可能是大桥基建的结构 或者是飞机工程上的结构 我们既是见到它会有金属疲劳 但是会不会我们可以 找到一些有效机制 是令到金属疲劳有所逆转 从而令到整件事的结构更加持久呢 这件事就是绝对令到 我们地球上的所有这些金属结构 能不能够延长寿命 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 是的 但是金属不是人 不是生物 为什么会出现一种自我修补的现象呢 我先讲回他们的发现是怎样的 然后再尝试探讨一下为什么 金属为什么中间有撕裂 那很开头就是它本身就有撕裂 它本身你无法保证到 每一个的原子都是很整齐地排列 中间总是有一些瑕疵 就好像我们用钻石一样 一样有瑕疵 一块金属我们如果将它断造的时候 铸造的时候 它里面的排列不够整齐 那它会有瑕疵 有时候我们甚至乎 特意令到排列不整齐 尤其是製合金的时候 我们要打它 打铸铁 打合金的时候 就特意令到排列有些瑕疵 反而令到硬度会高了 有些金属 我们就是想它做到 有这么整齐也这么整齐 令它里面的洞洞洞洞和裂缝 有这么少得这么少 出来它的强度就会高了 尤其是譬如我们的厂 你製造一条铸链是否漂亮 就好看你的铸链里面的铸水是否漂亮 很多时就是铸链里面的瑕疵少不少 瑕疵少 你用得多的时候 那个瑕疵发展成为一个更大的 内里的气泡和裂缺的机会就会少 所以它的最后断裂 计而体现到疲劳现象的机会就会少 好了 这次的发现很有趣 在一个已经令它疲劳断裂的一块 Platinum 这个白金金属上面 它就在其中一个方向施加一些震动 其实很有趣 我觉得这个位置就好像有些人的比喻 台长有时你做事做到疲劳 你也会不会想按摩一下 那我当然想 按摩就不是每次找到人帮你按摩 不是人 好像我这么好手势帮你练得舒服 但是有时你可以做一些协助的机械 你可能将有个按摩的机器 整个O线给你在背部震一下 令你舒服 很有趣 这次它对构金属也做了类似的东西 跟它抹擦住 它不是用手跟它练 它在外面附加了一个有固定频率的震动 其实在那边震震削它 最后发觉在某一个方向 你创得对的时候 它竟然发觉裂缝就会少了 小了 它的撕裂是少了 就好像那块金属 有一种自我修复能力一样 但是这种自我修复能力 建基于你有外来 一个外在的按摩 的震震给它 就令它能修复出来 他很介绍地看到这个现象 他甚至展示了一张图 就是原先一个很大的撕裂 在经历了一个震动之后 这个撕裂的某一部分就少了 即是没有了 由这个研究课题开始 他们认为只要未来我们继续研究一下 如何适当增加外来震动 我们就有能力逆转这些金属疲劳 原本是因为原子撕裂了 为何它经过震动者的原子会撕在一起 这是我想说的 我这次开始就说 我其实觉得这个现象好像没有大不了 为何我会这样说 其实任何的金属结构 不要只说金属 有很多一些我们所谓形成的固体结构 它其实有一种自我修复的能力 说个很简单 给你灌墨牙糖 中间切一刀开个洞 你隔内它自己变回一匹 完全没有刀痕 当然因为它是流体 但其实很多时候金属本身 有一些很轻微的流动性质 其实水银一定是液体 有一些金属 你会看到它好像比较软一些 烟硬一些 有人就譬如想试一块金 是不是肩的 就咬一下它 看看你的牙齿能否咬到它 金本身有一些比较柔软度高的东西 柔软度高就是它上面那些金的原子 它那种移位、走位是相对不太固定的 是会流来流去的 刚才你转的那张图 就是这一张 你看到就是 那个绿色的部分 就是在这次研究中 发现到原本应该有一个裂痕在 但是经历了这两个 左右这两个方向施加的震动之后 就是一直在两边扯着震动它之后 就令到在这个位置的裂痕就修复了 但是当然了 还有整个裂痕没有修复到的 那会不会你是透过另外一个其他模式 另外一些方向的震动 最后连这个也修复了呢 我觉得有点像在一边震去挫它的时候 就令到它们附近那些原子 它们好像自己涌回到峡谷填补 就是你去刺激到它少少那种流动的性质 尤其是如果你施加一个震动的时候 它们是会碰到大家的机会就会多了 其实呢 我这么说 在金属上面也有个这样的概念 一个叫co-wilding的概念 就是说如果两块金属 你磨得极为平滑 平滑到一个地步 你将它贴在一起的时候 几乎就是原子贴原子 中间没有码没有成的了 然后你在外面稍微再压一压去 它两个金属你可以把它压在一起 就好像你把两个泥膠压在一起 那种道理是一样的 而很多时候你负责玩金工的朋友 你知道的 有些一扎铜线 你找到锤仔铁几个铁 其中几条线就黏在一起 就是一种你不需要用高温加热 它就自己砍在一起的东西 其实本身那个金属自己的柔软度 亦都令到它们有点像一个流体的状态 就令到一些原本有的裂痕 是可以互相靠近的 所以你问我它今次加一个震动 令到一些东西修补 其实我也是体现了 就是它更加能够刺激到 那个金属自己本身有的流动性 于是它刺激到它那种自我修复的机制 所以说就是 问题就是看你外加的震动如何施加下去 就令到它这个修复可以做得更加完好 但是不是每一个金属都能做到的 纯粹我自己乱估 通常你是预计那些更加承受到拉力 硬度比较高 就像那些铜线 或者是那些黄金这些 我觉得潜质是比较高的 就是如果本身它是 只有硬字和脆的那些金属 你是要把它这样看在一起 应该是难一些的 那当然就是 你现在就看到那个裂痕的方向 你就可以由裂痕方向 大约知道如何施加外来的震动 裂痕的方向是如何呢 你其实要做一个详细检测 一点都不容易 就是你如何可以 首先 比较疲劳的金属给你 你如何知道里面 用哪一个最好的震动模式 来修复金属疲劳呢 现在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 大家如果去看地址就知道 是 我们慢慢搭完后 下班后 便开始全部查过老板 有没有金属疲劳呢 是的 因为上面不停地有 有剪压 有拉力在 所以如果有时有些裂痕 是会令它越来越大 有一些裂痕就是 最初连机器都觉得 是可以忍受程度看不到的 但可能第二晚 你再放在机器的时候 那个位置原本一个 你可以容忍到的 内部很微小的裂痕 便会变成一个 你需要修补的裂痕 于是他便要做事了 如果你再不做 就会突然之间 整条路 好像一个威化饼 断了 有辆车在上面走 便会对乘客很大影响 这样 这次在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节再回来 神秘的夜第一节 2022神秘的夜 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会跟大家说些什么呢 就是那一宗 在飞机上发生的 古怪事件 嗯? 话说 在几个月之前 就是一架 美国的内陆机 突然间有个女人 就站起来 大炒大賴 说要下机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女人 就说坐在旁边的 就不是人类 大家不下机 乘机人都会死 有很多网民在这里 就说 其实这个女人 可能是没有说大话的 就是说 坐在旁边的 是一个叫Shakeshifter 的东西 那... 你怎么看 这件事 其实都不算新的 以前我们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过的鹅兽 什么是鹅兽呢? 鹅兽就是 可以变成人形的神兽之一 那为什么今天 《神秘的夜》 会讲这个题材呢? 其实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话 就会不会 我们身边的人 其实未必真的是 那个人来的呢? 其实是Shakeshifter 去模拟那个样子的人呢? 但换句话来说 可能有一天 观众在看的 就并不是我和《神秘的夜》 在做节目 而有两个人 就扮演我们 在做节目 但如果是这样 就很糟糕了 那有机会 那些人就去追 那些假的节目 就不记得 你追我们的节目 那关键是 如果观众看完之后 在YouTube上面 他们订阅一个订阅 那问题就解决了 没错了 其实我和《神秘的夜》 就真的没有夾过 但正正呢 就是我想讲的事情 其实呢 就有人扮演我们两个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 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们的节目的观众 就记得 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小铁按一下 如果有新的节目 就会有通知的了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夜》 就是这样 之后就有《神秘之夜》 并不是真的我和台长 不是 我和台长 我和阿企图 对不起 对不起